歡迎收看 電玩快樂 來 准喝了 我從頭到我家這個軟的在戳裡 妳剛剛只有砍鼻子 沒關係 沒關係 我都等一下說 講主持人在那邊流鼻血就死定了 我知道 然後整個都上來 好 妳不要擋我鏡頭了 我要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就是國裝奧述 神魔奧述裡面的 妳笑完了沒 妳開心完了沒 到時候妳最奇怪了 妳長這樣子 妳根本就是我認識的一個劍 我就是劍魂裡面的一個 希臘女戰士蘇菲提亞 是...但是重點是 而且我還可以穿越過來跟你參戰 對啊 因為我本來想說 我們今天沒有要接受這個遊戲 結果妳 OK 所以妳也穿了在這邊 沒錯 算是高手 但是呢 我跟你講 真的高手其實不是我們兩個 沒錯 真的高手呢 是在我們幕後 OK 今天要比的遊戲就是 惡靈古堡6 沒有錯 惡靈古堡6大家今天一起來 瘋狂的殺殭屍好嗎 把我們的一些挑戰者請出來吧 這裡歡迎我們的挑戰者 第一位是我們的鐵馬 為什麼叫鐵馬 大哥跟大家介紹一下 沒有 因為之前 騎了腳踏車騎了6年 腳踏車現在也是我的 對 專長之一 你一個月騎幾公里 沒有 不是幾公里 是 你騎車 不用煞車 沒有坐墊 沒有腳踏板 你要怎麼辦 那你不會這種騎騎突然很累 紅燈休息 對啊 那種很累走蛋 那個就又下來了 呼 但最後是你接著來殺殭屍的 希望你今天有不錯的成績 好嗎 下一位 下一位是我們的小潘 小潘 第一次看到長得那麼像殭屍的 那還像殭屍 看一下 小潘 你的工作是什麼 拉麵店 拉麵店 拉麵也是我的專長 拉麵 拉麵 那下次去如果我們看到你說 小潘哥這樣會打折嗎 應該可以打個久的吧 真的嗎 你現在這樣講 我們播出去就算了 沒有 你至少比如說 叉燒多放一片這樣 可以 沒問題 好不好 小潘哥大家記好 下一位 下一位是小益 我們來看看 覺得你今天 在這個資格賽中 取勝的機率大嗎 我沒什麼把握 給我一點信心好不好 現在還搶一萬塊了 好嗎 我們今天要來 竟然結束現在的整形在這邊 馬上歡迎到我們今天的 大魔王兼解說員 布魯詩先生 謝謝 你今天身為大魔王 你的這個工作非常重要 是 幫我們手出一萬塊錢 沒有問題 真的嗎 如果失敗 他從你的薪水扣 我跟公司講一下 好 加油好不好 今天其實是 鬆人組合不只你之後 還有你的搭檔介紹他一下 歡迎時間不夠 請問兩位的關係是什麼 他是我那個 在網路上認識的 一起搭檔然後朋友 我們都是一起衝高分的 網路上然後就這樣子 可以交到朋友 對 什麼時候才開始真的見到面 第一次 沒有關係 今天兩位是幫助我們 把關一下 是 馬上來看一下我們的資格賽 遊戲規則 本次的資格戰 比的是惡靈古堡6的 傭兵模式採SOLO方式進行 參賽者比最高COMBO數 COMBO數一中半 挑戰試同結束 挑戰者三取一 COMBO數最高者 將獲得挑戰大魔王資格 好了 各位 因為我們打僵屍是非常認真的 所以我們幫各位準備了一些 驅僵屍的一些 聖餅好不好 就在前面 抽一隻 佛珠 佛珠 這樣 把力無邊打佛珠 好 請去拿 把他站在身上 對 鐵馬先生 你準備好了嗎 好沒氣死 好啦 開始吧 好 勝率其實不太敢說 總之要有一點成績出來就是了 鐵馬現在的方式是比較 算是一般我們 剛開始在玩的時候 都會先把時間數先踢完 才會 然後再開始 爭取時間吧 先把時間數踢完之後 有時間之後再去 最後再去打殭屍這樣子 這個算是比較 對 基本的戰法 對 這一關要維持COMBO 一開始很簡單 大概 在接近30COMBO之後 有狗開始出來擾亂的時候 就會比較容易斷掉 所以前面目前 現在找到5COMBO都還算是基本 很簡單 非常基本 非常基本 這是反擊 反擊是這次惡靈古堡6 很重要的一個要素 對 更不夠好看的 你看 對 非常好看 那重點是反擊 大概都會加10秒 是嗎 對 因為只要用反擊的方式 打倒殭屍 它時間就會加10秒 對 所以說我們 以我們來說 我們大部分的怪 都會以反擊來做結束 把它打死 對 像那種一般的體積 或槍射死的話 是每加秒數的 那有的體積把它射 像這種 這種就加5秒 5秒 因為它不是反擊 那基本 這惡靈古堡6 它的動作的要素 應該說在6代是增加非常非常多 其實我覺得增加了 真的很多體積的部分 其實也蠻棒的 對 應該是說 會覺得比較靈活 爽感 靈活 對 而且你看那種體積 直接灰下去 爽 真的是爽 真的非常爽 對啊 這也就是 二零浮坊6 好玩的原因之一 對 你看 要摔角勁多好 那你看它現在踢到體力沒了 它的體力格已經沒了 所以這二零浮坊裡面 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說 你要等它補滿 對 它的體力不是無限 然後你要滾出來 有沒有 開始在擾亂 就是在擾亂 對 它已經開始多了 它的塊已經開始多了 真的 怎麼會多成這樣 這還算是少 還有更多的 你們玩這個遊戲 我那時候在玩的時候 我幾乎天天作惡夢 你沒有這種情況嗎 不會啦 已經習慣了 我都這個 就摸到自己還在被殭屍這樣子 慘耶 你沒有 應該是這樣說 我是走在路上 看到狗都想反擊 這個不行 對 我們是已經練到 都看到狗就想扁他 該不會看到葉子 還想抓起來吃吧 對 對 這是有可能的 你看它被鋪了 這是殭屍狗 這一代最討厭的是狗 如果你要反擊狗的話 非常需要技術的 所以現在鐵馬 它可能反擊的經驗 不是那麼夠 所以它狗 它的狗好像沒有辦法對付 對 它狗都把它射掉了 狗射掉一槍就死了 基本上因為我們來說的話 連狗都會抓反擊 對 狗的反擊又是一瞬間 有沒有 那你種狗要抓反擊 反應就相當多 它時間其實非常短 非常短 大概0點幾秒的時間 對 要連讓去大概的時間 COMBO是怎麼樣會的情況 會被中斷 COMBO到COMBO中間間隔是15秒 15秒 你只要超過15秒COMBO就斷了 所以你必須在解決一隻敵人以後 的15秒之內 再解決一隻 對 那它10秒鐘的時候COMBO就會散 它散的時候剩下5秒 你要去把COMBO接起來 要不然就是COMBO就斷掉了 他撲過來...中了 我不知道 礦工 不是 他不是礦工 那是消防員 消防員... 你要槍掉 快死了... 鐵馬要注入他的血量 這樣 斷了 斷了 斷了嗎 45COMBO OK 45 我們看後面的成績 好不好 接下來第二位 小潘 抽一個 來 把這個符貼在你覺得想要貼的地方 很好 你這樣看起來更像強獅 小潘 你準備好了嗎 OK 等一下 他嚇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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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給一個機會 小潘 你準備好了嗎 拿著這張符 絕對會斷COMBO 你這組裝不起來 你可不可以強一點了 真的 的心情還滿緊張的 因為畢竟 205保六這塊遊戲 剛出來的時候還滿轟動的 對於勝負來講就是快樂就好 這次... 如果說要打高分 這一關建議 就是用克里斯 原版的克里斯 那他是 因為那種反擊專用的角色的話 他是可以 任何反擊的方式 可以全吃 那就不會說有反擊 不會死的情況發生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基本上 他們前面跑的這路線好像是一樣 對 是踢空的嗎 踢空的 對 這個他不是故意的 不是為了搞笑 不是為了搞笑 完全就是踢空 對 所以說基本上 像我們在玩第一關的時候 應該都是會選用克里斯 來作為 克里斯 對 克里斯 原版的克里斯是火力強 然後反擊能力又強大的一個角色 如果要打高分的方式的話 我們這怪一出來就開始打了 會這樣會更快 對 開始開始打 然後我會分 我們會去分配路線就是說 哪一隻怪到哪個時間柱的時候 我就可以順便踢掉那顆時間柱 對 這麼細啊 這個是非常細的 205保其實 如果說以遊戲時間來說 玩一兩百個小時都還算是熟學生 對 那我們不就在遊戲裡面 像小白兔一樣 是這樣說沒錯 205保是有所謂的排名 對 就是有所謂的排名 每一張地圖大概 大概有接近十萬個玩家在玩 十萬個玩家 那我們就去尋求那個 比如說第一名 甚至是前幾名這樣 你目前的排行紀錄是多少 我目前有一張地圖 目前是世界第二名 對 第一名是哪個國家的 第一名是 還是一個台灣人跟一個日本人 那可以 還被抓... 其實大家看得出來就是說 現在捷克他小班 他用的方式是用提速 下去做發揮的 就是盡量用提速 他那隻左輪真的滿好用的 對 那隻左輪 基本上 他剛才用的是快速射擊 快速射擊是不用用 不瞄準 不瞄準 他只要用LR L1 R1跟L1 同時按下去 這個也算是要有好的計算 才能做這個事情 不用... 只要稍微兩個按下去 他就會針對最近的一個敵人 去做一個快速射擊的效果 就不用瞄準了 因為以前 這也是205保六多出來的 一個要素之一 就是說我不用瞄準 對 我要打敵人這個 我要先瞄準 這體積也很多 這體積也很多 捷克的體積是很多的 對 那 而且 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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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狗 你看他會亂跑 因為他體積小 又很難瞄準 狗真的很討厭 對 非常討厭 對 看來小班是有機會超越 那個鐵馬的 這樣一個combo 目前 38 對 目前38 鐵馬 你危險的鐵馬 超大規模的 差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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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炸道也爆了 42了... 那手把 你在幹嘛 他可能手把有點問題 糟了 快過來 中了... 不錯啊 他如果打他可以吃藥 如果打他吃藥 我們領埃克藥的小女孩 好 他用榴彈拿出來 厲害 火力 他火力沈默 他SOLO非常有經驗 快點 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你的炸道也爆了 42了... 他手把 你在幹嘛 他可能手把有點問題 快快來Pure 中了... 要斷 42 要斷了 42 好 太可惜了 小潘 不好意思啦 好不好 來 請回位 下一位 小毅 適合一位 請抽 請抽籤 大字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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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毅 請把大字帽戴上去 謝謝 完全就是 就寫你的名字啊 你買回去啊 都適合你的 來...請就位 在這遊戲上的鑽研度 還沒有說很深 昨天惡捕 稍微惡捕了一下 看不忘了他們的影片 真的太恐怖了 盡力去打 不要輸得太難看就好了 準備好了嗎 好 行動表示一切 很漂亮 因為現在是12跟45 相信你要超越人 說不定不是男生 說明一下 其實雪莉愛這個角色 因為它本身其實 第一個 它除了火力強大之外 其實它補血也很夠 因為它一開始就有一罐補血 然後加上兩個紅藥草 只要配上綠藥草 加起來就會有12格的補血 加上兩罐的噴霧 基本上要死都很困難 對 因為這個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如果應用得當的話 雪莉是在這一罐 非常能力得高分的角色 剛剛用那一招 是想要講清楚 它火力很強大的意思 沒有 因為它故意把油桶炸掉 就可以把障礙物掃除之後 它很快就可以進去裡面 踢掉時間處 這個是我們一般慣用的手法 對 大家看到殭屍也不理它這樣 就直接 打法他們是這樣 對 他們打法都是這個樣子 對 它就用體劑 其實 其實這一招很好用 一段就會死 對 只需要一槍加一體劑 殭屍就會死 對 而且它的機關槍 它應該說它的布槍的威力 非常非常的強 對 它反擊了 帥 帥 還是這樣東西不同的招 給我們大家看一下 對… 被打到了 沒有按到 對 它沒按到 應該還你一個 對 你看 殭屍最討厭的是說 它會發呆 對 有時候站在你面前 不攻擊這樣 真的耶 這打法的確是這樣 對 先給它個兩槍一槍 好 這個是他們的打法 那當然 以Tumbo來說 這個是滿適合的一個打法 反正 我不追求高分 對啊 因為如果要追求高分的話 可能打法這樣子 全部都是要用反擊就好 全部用反擊 盡量製造反擊的機會 所以因應不同規則 把力量不同打法 對… 對… 它選… 雪綠事實上滿聰明的 甚至步槍的角色 其實可以用步槍整場射到完 都沒有關係 是的 而且我相信可能 如果用步槍射到完 CAMBO可能會超過 殺了一隻殭屍都會掉 每一隻殭屍都有一定的機率 會掉道具 所以應該是夠的 對 應該是夠的 這個時候還是抓反擊 這算還不錯 因為滿基本的 我還打到他後面的氧氣瓶 不錯啊 他握打的可以吃藥 握打的可以吃藥 對… 愛嗑藥的小女孩 不錯 小一應該是最有精采的 已經是十五可破 上去的上去 那應該是過了 接下來看他表演囉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來 獨進進擊了 一路穩扎穩打的小一 輕輕鬆鬆超過前面兩位 挑戰者的COMBO紀錄 搶下挑戰魔王布魯斯的門票 挑戰越到最後 面對蜂擁而來的殭屍 是靠單打獨鬥 已經達到一百三十五COMBO 就讓我們來看看 他到底能不能完美結束 一百五十COMBO呢 小一很聰明耶 非常聰明 一百三十四五 再十五就完成了 對 他用油彈拿出來 厲害… 火力… 全部都有 他獨入非常有經驗 再十三就完成一百五十COMBO 對 對,可以 不過他秒數快沒了 對 注意喔 秒數快沒了 所以他可以的話趕快用那個 他在抓一兩個板子 對… 納豆胸很聰明 還在那邊抖 可以抓到 加十秒 抓到,漂亮 對… 可是機會還是不高 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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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閃光看 撐了一起 快了… 快點…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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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已經很精采了,必須說 稍微來說 這樣打起來真的還算可以 一百四十四 對 所以他不應該放閃光彈 這時候應該直接… 因為這時候閃光彈 不會造成任何效果 八秒 他可能… 可能沒辦法 來… 小魚有點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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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關係…很漂亮 沒有,要加十秒了 有機會… 抓到 這很冷靜耶 有機會… 趕快再打 有機會四個攻擊十秒內完整 沒指蛋 沒指蛋 可以… 再加五秒 漂亮,十秒啊 沒有,有機會 好,兩個 再兩個… 兩個加兩個就可以了 好,少了 還不錯,一百五 非常棒 一百五十達成嗎 對,一百五十達成 還好沒有亂開 快吃票,我剛剛拿到說 你成功給你五千怎麼打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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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的魔王戰 比的是惡靈古堡六 傭兵模式 才雙人合作方式進行 TOMBO術一中段 挑戰試同結束 TOMBO術較高 隊伍獲勝 資格賽優勝者小藝 決定選擇小潘 作為魔王戰挑戰的搭檔人選 好了,各位 我們為了讓小藝選出來的對手 小潘可以全力以赴 所以要是你們真的贏的話 除了小藝可以獎到一萬塊 小潘,你也有五十塊喔 好不好,五千了 五千,好不好 加油 來,開始 以雙人來說的話 我剛才講說路線是很重要的 那... 我有加秒 對,所以說你看他一開始 升出了點 有關說 比如說我是踢時間的 我升出了點 就必須一定要在哪邊 所以另外一個人踢時間 是沒有增加時間的嗎 對,因為他沒有加那個技能 如果說你兩邊都用時間的技能的話 就浪費了嗎 你就浪費了一個 可以加五千多塊的技能 對,對 那個尖叫怪 尖叫怪 一尖叫我們就暈了 對 對 那以現在他們的 哇,就打到了 以現在他們的那個方式來說的話 其實搞不好 他們打雙人還更容易關卡模 對 因為打雙人容易關卡模是因為說 都沒有講好 也不一定是說沒有講好 因為怪會亂跑 所以就是說這邊搞不好沒怪 另外一邊其實怪很多沒心玩 那其實就會影響到 所以說有時候solo會比 如果solo起來的話 比較容易COMBO 對,所以說 這邊兩個人已經感情好到 沒有默契 對,這個其實是要默契的 對 那他要去踢時間住 你看他現在踢時間住 另外一邊 COMBO已經快斷了 有沒有 要接上去還好 對,接上去了 那兩個人好處就是說 COMBO很容易就 對 很容易就 我這邊補一支COMBO又上去了 對 那小益雖然是選這個角色 不過他用的方式 對,應該是要換這支短槍 他用撞的 對,用撞的比較容易死掉 對 那這支短槍也要先補一發再撞嗎 不用 直接撞 直接撞 這一關的殭屍的血比較薄 他的撞機就是他的反擊是不是 對,就是他的反擊 就是他的反擊 就是克里斯的 那等一下如果說我上場 我跟時間不夠應該 他是使用克里斯 我會使用另外一支角色叫做卡拉 那他用掃腿的方式非常漂亮 那也可以順便反擊死殭屍 那現在 COMBO在發抖囉 16 對 其實以路線來說 他們應該路線的分配 因為可能臨時成軍 就比較不知道說路線怎麼跑 對 兩個好像就彼此在 對 各自的地方發展 等一下如果說我跟時間不夠 開始打的話 應該就是 大家會開始分配哪一個人 往哪邊走 那我們甚至會知道說 哪一塊要下來的時候 我就要等他了 因為就在隔壁嘛 可以感覺怎麼吵一吵 對 討厭 其實你是玩到熟的話 我們基本上 你用開麥克風都可以 都不用告訴說我現在有熱門 彼此已經到一種心有靈犀了 對,應該是說 大家都知道路線怎麼吵 但女朋友有時候會不會吃醋說 你跟線上的朋友比較好 然後比較少跟他聊天 對耶 真的 對耶,常常的 不要講 打完遊戲也會玩時間跟他聊天 不會啦 可是講實在話 我們現在在拚高分 有時候哪一隻拚高分 就是一種感覺 就是爽而已 是啊 爽而已 因為那時候為了拿到那個 木屑的世界第一 整整打了一張地圖 打了兩個禮拜 那一張地圖 大概重玩了五百多次 OK 這一關其實應該是說 他們現在等一下 如果打到70 combo的話 會有所謂的隱藏網跑出來 這一關的隱藏網 是一隻蜥蜴 其實在第一關 剛才也有所謂的隱藏網 隱藏網的每一關的 達成的條件不太一樣 像第一關的達成條件是什麼 只要在80 打死80隻怪之前 用反擊的方式 完成20隻 殺死20隻怪 他就會跑出來 那剛剛應該會跑出來 沒有 因為他在80... 他反擊數不夠 因為他反擊20隻 這一關的那個 出現的方式就是在 10分鐘內 對 打完70 combo 那一般來說 都會有達成 應該都會達成 所以你等一下看到 如果要達到70的話 會有一次 那隻蜥蜴跑出來 分數就會增加 當然要把他打出來 因為他會來場上亂 他亂 他非常的會亂 但是可以增加分數嗎 可以增加分數 如果他應該說 他越晚殺的話 分數就越高 因為他會擾亂 通常以我們來打的話 通常他就是 第一百五十隻殺掉的 對 就是最後一隻 再去殺這一隻蜥蜴這樣子 不會擾亂 不是不會擾亂 就分數就會最高 因為你前面就是要讓他亂 那你就要習慣讓他亂 他們打得現在還OK 還OK 雖然倉促成均 但是也是不錯 這還可以 另外一邊 不錯 這時候六十幾段 應該是洞窟裡面的敵人 會最多的 這應該往洞窟裡面跑 對 你看 有沒有 所以我們都很清楚 什麼時候會有什麼怪 出來了 有反擊嗎 漂亮 這就是狗的反擊 就是要一瞬間去反應這個狗的反擊 這個喔 玩電動真的是 對手腦協調 其實的確是挺好的去 是的 沒錯 像玩到這個 其實 應該這樣子說 這一款遊戲不是說 我有天分就可以玩得很好 其實是要苦練的 對 是要苦練的 沒有一個 就算是高手也都需要苦練 因為一開始你要接Combo 再來就是拖網 拖完之後就是要分配路線 分配路線就是 你要熟悉路線跟出快點 所以每一項都需要時間下去做 做磨練 小一不斷是爭取各種反擊 對...小一其實打得還不錯 來 去救他喔 不錯喔 打到100多看過了 而且他很厲害 他脫網 這樣特把那網脫住對不對 對 就是他沒有把它殺死 他故意拖著他 對 他故意拖著他 對 他故意拖著他 那一隻好殺嗎 很好殺 如果一左人的話 大概兩發就敗了 是吧 所以有時候可能還故意 對 只會不小心把它殺死 會有機會 所以他出現 通常我們都會講好說 我們先不要殺 對 如果說像一般在網路上 不認識的 有防的話 那有的會不知道 有的會不知道 就會開始把它殺掉 開始吵架 也不一定 可能就生氣就跳出去 生氣 對啊 就是說 你不會玩的也就不要 因為他這個 其實開訪的話 他會去分說高分訪 或就是說你只是好玩的 好 有人要死 趕快去救 趕快去救 他被狗弄起來 好 救起來 算 人家救起來 你看他會浪費秒數喔 是 在目前來講還是 死了 116塊斷掉 要被肚死了 我肚死了 116好不好 所以因為不小心死掉 所以只能算116塊 好嗎 來 兩位魔王請就位 魔王 製作單位現在也放心了 省1萬塊錢 但也難說 試試難料 對 你看 全部都給我抓這種 全部都反擊 兩個都是 對啊 對 對 而且你看 他們沒有人急著去踢時間處 他們就是安排好路線 對不對 我這樣說沒有錯嗎 是的 但是我完全知道怪在哪裡 他完全知道怪在哪裡 他完全知道怪在哪裡 我先在那邊等他 抓好 反擊 你看他們到接下來 沒有去踢時間處 他們知道說時間處 反正等一下路線 威化到燈就會去打 對 邊打邊 所以整個晚上 你都要盯著他的屁股看 對 對 狗耶 會把他致命在怎麼樣 會把他耗起來 好 好 他還有什麼 鬼 他們裝紙彈有沒有 對啊 其實我以前知道他 第幾秒會有什麼 還有狗的喔 看他抓狗的 你看 還是漂亮喔 抓到狗的 好帥喔 好帥喔 好過癮喔 先衝衝來跳 然後你帶這邊看過來 這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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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俐落 不囉嗦的動作 你們看他們的蜥蜴也跑出來 現在時間不夠在那邊 一直要被那隻蜥蜴亂 好 好 好 逛 快 說來 快 來吧 那就是炸彈的地方 再抓 可以加20秒喔 20秒以上都有可能結 為什麼會抓到20秒 因為另外一邊還有一道 也同時是這樣子 先接 對 沿著一起踢 沿著...相思連時間處一踢 變那隻繞 好厲害 你救他喔 死了 魔王失敗 嚴死了 魔王沒有 居然沒有破百 然後被那個蜥蜴刺到 然後過去咬他一口 把他咬死了 所以這個人生就是這樣好不好 我們剛剛以為這一萬塊錢 守得非常的輕鬆 對 小潘以及小藝 拿到了 我是高手 來把你們的名字貼上去 對 終於 小潘拿到五千塊錢 小藝拿到一萬塊錢 恭喜你們 謝謝 也謝謝魔王 今天已經表現得非常精采了 謝謝... 沒有幫製作單位守住這一萬五 實在是我的不對 布魯斯看我被抓了兩次 怕TEMPO斷掉 所以趕快救 但是因為我離太近了 結果連我一起炸到 在這種狀態斷掉 那真的是 還滿... 還滿不幸的一件事情 只能說 一句不在我們這邊 不過我覺得 也是恭喜他們喔 他們有一定的程度 還有辦法打成那個樣子 所以... 無論怎樣 一年一度的東京電玩展 在上週於日本海濱目章展覽館 盛大展出 來自世界各國 共計342家遊戲廠商 參展商數目是歷年之冠 場地規模也是歷年之最 佔其四天下來 總計吸引超過27萬人共襄勝舉 今年TGS 以遊戲持續進化為題 兩大遊戲廠商 微軟索尼電腦娛樂 皆推出新一代次世主機 並設立未上市新座試玩體驗區 讓玩家們親身感受 進化是什麼樣的感覺 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 這一次TGS也展示了 許多行動遊戲與周邊 其中台灣遊戲廠商也拿出招牌遊戲 以實際行動讓國際看見台灣 著實有種淚流滿面的感覺啊 今年展場最大規模的索尼娛樂 除了展示新一代PS4家用主機 以及新型PS Vita 2000之外 也設置了日前才剛發布的遊戲機上盒 PS Vita TV體驗區 讓玩家體驗PS Vita TV最大的特色 透過電視輕鬆欣賞各種內容 也可以把PS Vita遊戲畫面輸出到電視大螢幕來遊玩 PS Vita TV將提供60款遊戲作品 除了PS Vita遊戲 還拋過PSV遊戲以及PS一代的經典遊戲 同時也支援了自家PS4的搖桿無線操控 讓玩家感受到有如像遊玩PS4般的感覺 您瞧瞧透過大螢幕玩遊戲是不是非常過癮呢 另外展場也設置了即將發行的PS4 及PS3的遊戲體驗區 還有這個透過全新的PS4 Eye 搭配新型PS4手把 可以與遊戲中的人物與場景進行互動 你看這位大叔都害羞得嗚起嘴了 再來不得不提到這次PS展區的重要遊戲 就是這一款PS4首發遊戲NAC 在PS4攤位上擺放了這尊相當矚目的 全身幾何圖形組成的機器人 這就是主角NAC 不要小看這些零件喔 在遊戲中我們必須搜集這些名為 雷利克的零件 將NAC的身體從0.7公尺進化到10公尺 進而抵抗入侵的哥布林大軍 這還有點晉級NAC的味道呢 這面牆不就是歷代人中之龍的主角群嗎 SEGA遊戲公司幾乎每年在TGS 都有人中之龍系列星座的消息 當然今年也不例外 人中之龍系列最新作 人中之龍 維新 這回遊戲將時間拉回到戰亂的幕府時代 咦等等這位不是系列做主角同生一馬嗎 怎麼會生在幕府時代 不是應該在歌舞季庭享樂嗎 喔原來是撰寫劇本的橫三桑 覺得事件中應該出現一個像是同生一馬個性的人物 所以硬是把它複製過來了 連帶5G文化也給搬來了 看樣子沒有這些女性 這些陽剛的主角們是沒有辦法過活的唷 以往遊戲中大夥都是拿槍火兵 這次回到幕府時代 所以刀的使用更視為頻繁 因此也設計了許多流暢且華麗的刀法 相信到時候玩起來絕對是非常過癮的 其他像是SEGA當家遊戲 除銀未來 魔法氣泡 現場也提供了玩家試玩 展場也不時出現吉祥物與大家互動 相當可愛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 今年卡虎空端出什麼樣的好菜吧 看到眼前這尊伊達正宗騎馬像 就知道戰國Basara新作要推出了 戰國Basara 4集結了超過40名武將 除了有養成要素的戰友系統 還有與隊友合作發動的技能動畫 敵人甚至還會擺出陣型與玩家對抗 不過沒關係 大家拿出渾身解數應該還是可以的 近年手機遊戲蓬勃發展 卡虎空當然也不會缺席 推出了魔物獵人的同名手機遊戲 Monster Hunter Smart 除了移植了攜帶座的遊戲方式 還特別針對行動平台進行簡化 就這樣點擊畫面上的準星 就可以發動攻擊 瞧瞧這過場動畫還真是頗厲害的 好了 看到上頭這隻鹿行鳥與史萊姆 就知道我們來到了史克威爾的攤位了 像是即將發行的雷光歸來 FF13也在展場播放了最新片段 最新手機遊戲作品的影片 最新手機遊戲作品 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怎麼沒有XBOX ONE的相關介紹了呢 大家別急 因為好久頂暗地 我們規劃了系列內容 準備一一為大家深入報導 首先就來告訴大家 XBOX ONE手把有什麼厲害之處吧 遊戲公司特地在攤位設置了手把體驗區 透過開發機的體驗系統 我們可以感受到按鈕的回饋 最特別的是這次XBOX ONE的震動 是根據不同場景來搭配效果 像現場開放了五種工玩家體驗 裡面有噗通噗通的輕調聲 還有汽車引擎發動的聲音 直升機起飛的震撼感 還有機關槍連射的後座力 都可以讓玩家充分體驗到 XBOX針對震動特性的細膩之處 瞧瞧這位大哥 認真體驗著XBOX ONE帶來的全新衝擊 觀眾朋友們 你是不是也想感受一下呢 待會我們還有更多 關於XBOX ONE的詳細介紹 千萬別轉台唷 電玩快打特派員 東京採訪報導 下段電玩快打 暗黑破壞神三 惡魔再現 末日降臨 你知道嗎 今天是教師節 你有什麼話對你的老師說嗎 老師 你把以前 莫所有電動都還我好不好 你真的很沒有禮貌 大家都是要說一些感謝的話 而且就算還你也不會玩好不好 現在遊戲是出新的 沒有錯 你就是把它丟在那邊 對 你講的真的是完全正確 因為我的Focus呢 都放在我們焦點的一些 新遊戲上面好不好 我要來看看本週的哈桑石 集結眾多三國與戰國武將 以及歷史劇本的科幻大作 無雙Origin 2 在歷經了Special與Hyper版後 這次要再推出 加料究極進化的最終版本 無雙Origin 2 Ultimate 大家又能再戰邪惡的蛇妖啦 王國二代的玩家都知道 這次的劇情是接續在 八旗大蛇原理智 在一代結尾被眾五將消滅後 平靜的日子 由於巨大蛇妖的復甦 再度陷入了一片混沌 這次標榜中 遊玩角色高達140人 可是無雙全系列中 史上最豪華的浩達陣容 那麼這邊就來介紹一下 在本作中新登場的特殊合作角色吧 繼無印版中的龍准特串之後 就連DOA的俠也來友情站台 只能說同家遊戲公司 在彼此的棚互相亂入 是最近越來越常見了 不同於先前的機械改造人姿態 這次再度登場的魔杖 都是彩肉身的樣貌登場 上述大多為來自東方的角色 接著這位水池西洋劍盾 來自劍魂系列的蘇菲吉亞 就讓大家疊破眼鏡了 怎麼樣來個中西合璧 換個口味好像也不錯 無雙類型最講究的就是絕招 這次透過多人合體來施展 全新華麗的真無雙貝爾斯 再加上角色新動作 與縮變玩法的新模式 絕對是本次無雙Orge 2 Ultimate 令玩家注目的新賣點 因為這次是PS3與PS Vita 雙平台版本同時發售 所以遊戲也支援了Crossplay 讓大家可以使用不對稱平台 來殺敵泛無雙 本作也預定在今年冬天 推出中文版 打破語言博物 到途寡人玩家 這樣就可以更認識 無雙Orge 2這段超時空之旅 實在是太貼心了 日式歷史戰略遊戲鼻祖 三國志系列 最新的12代威力加強版 擴張版圖至PS3、PS Vita和WiiU上 三平台同時機爆開戰 在每場著名戰役當中 除了稍有山戰的武將 得一記當千萬夫莫敵外 身邊那身懷謀略的軍師 亦是制霸群雄最不可或缺的關鍵 在威力加強版中 新增的軍師制霸模式 玩家將培育出軍師種子星秀 要來挑戰諸葛亮、周瑜等史上最強軍師 除了無印版中 已有豐富遊戲內容外 新劇本、新事件、新武將等 新奇好料都會推陳出新 給玩家們細細品嘗 與我同為智慧過人型的玩家都知道 本系列雖是以玩家所熟知的 未屬無三國為時代背景 不過還是有大家沒見過的 一名族會登場 對我們來說 這究竟不是阻力還是助力呢 完全就要看各位軍主 在外交與戰略手腕上 是如何的發揮運用 在這片廣大的遊戲大陸上 要習得運用各種的戰術 對策與都市開發方案 除此之外 還要能利用威力加強版中 新登場的新種兵科等 來挑戰一關關的戰場 這次更針對不同平台的主機特性 設計了各種獨特的操控 以及新玩法 像是PS系列的家機與掌機版本 就能透過不對稱平台的COSPLAY 進行對戰 或是利用遊玩歷程存檔的互通 這樣不管是在家或出門在外 都可以運籌帷幄 攻略城池 而WiiU版本則是支援了Gamepad遊玩 原為三國之十二的忠實玩家們 如此有成立的威力加強版 真的值得大家來一試喔 在電腦平台上 具有足足輕重地位的史詩級角色扮演遊戲 暗黑破壞神 在2000年推出二代作品之後 久久都沒有續作的消息 一直到去年5月 暗黑破壞神3的推出 再次席捲遊戲界全新的圖像女情 再加上以一二代相同的經典遊戲視角 都讓暗黑的老玩家們 有重溫當年和朋友們徹夜不休 連線打寶的回憶 當然身為忠實暗黑粉絲的你 絕不能錯過在最近正式推出的 暗黑破壞神3家用主機版 這肯定是你不可錯過的暗黑系列新作 雖然在遊戲內容上 家用主機版與原本的電腦版 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不過在遊戲的整體界面 與操控設計上 絕對會為大家帶來全新的遊戲感受 像是原本的主要界面 被移到了畫面左下方 充分發揮了家用主機大螢幕的特性 讓玩家們可以更專注於遊戲內容之中 此外 專為家用主機手把 所設計的全新操控方式 也能讓玩家更直覺地進行操控 在上手之後 甚至會比使用鍵盤滑鼠更為順手 而且更棒的是 我們再也不用去救電腦前正經為座 玩到腰痠背痛 全而代之的是軟綿綿的沙發 和視野更大的高畫質電視 讓我們的冒險旅程更舒適宜人 對於喜愛暗黑破壞神3的玩家來說 除了用更舒服的方式 來體驗熟悉的冒險旅程 更多家用版專屬的裝備 也是我們所追尋的新目標 更棒的是 暗黑破壞神3家用版 還支援單機最多4名玩家進行冒險 現在起 我們和好友們不需要分隔了地 直接邀請朋友到家裡 就能來場暗黑Party 讓冒險更加熱血沸騰 你可否曾經想過 張開雙臂在空中飛翔 究竟是什麼感覺嗎 這款Connect體感遊戲 Free for Racers 就是要讓大家扮演 畫面這群可愛的飛鼠們 遨游天際 現在就跟我一樣 擺出飛鼠的飛行姿勢 利用身體來模擬滑翔 控制行進與飛行方向 每隻飛鼠都各有所長 所以選擇一隻適合的角色 可是本作的一門大學問哦 身為大自然的飛行員飛鼠 必須要穿越峽谷與樹林等 各種的艱困地形 這可是大大考驗了玩家 對於聲控的微操技術 以及身體的靈活柔軟度 有時姿勢不正確 不僅閃到腰 更會撞上山壁 把自己搞得鼻青臉腫了 如果飛行時需要閃過前方障礙 只要適度地將雙手往下擺 就會向下衝衝加速 可以體驗到重力加速度的快感哦 當雙手平放時呢 就能循著氣流 保持一定速度順順的滑行 若是你在競賽過程中 撿到了護盾 飛彈 旋風 或是捕蟲王等 方案或輔助道具 那麼就可以抬起腿來發動 有效地干擾對手行動與防護 可以讓我們的成績更出色哦 如果對操作還是不太熟悉 還可以試試看時間競賽模式 沒有其他對手的競賽壓力 是個好好練習的機會 只要多練習 相信你的成績一定可以名列前茅 成為森林裡的飛鼠之王哦 本作支援雙人同樂 所以大家趁這個機會 找朋友一起來動一動 甩掉上週吃完中秋烤肉的卡路裡吧 以武俠為題材的線上遊戲 可以說是足返不及備載 不過在我睿智的頭腦裡 有款讓我印象深刻的作品 《劍俠情緣Online》 根據可靠線報指出 以Unreal3D引擎所打造的續作 《劍俠Q傳Online》要萌羊登場囉 既然是款以武俠為基底的新作 門派與職業 相信會是玩家首先關注的部分 遊戲共有五大門派 各自代表了五行屬性 金 木 水 火 土 首先來看看水屬性的水月宮 他的職業綜合能力較高 善於一般的戰鬥 在輕功以及輔助技能方面 表現也是一把兆的哦 代表火性屬性的半天谷 其職業分為赤魔與龍王兩種 赤魔可以在面對強敵時 配合著巨猿焚帘 釋放威力十足的火震 龍王則不管單體或是群體 只要是眼前的敵人 通通都能用火術來應付 金屬性的軒炎墊 一看就知道是個皮厚血粗的坦克 強大的輸出 說是近戰最強的職業也不為過 阿列博士開發許多交通工具 劍霞Q傳中當然也要有一些酷炫的坐騎咯 不管是可愛的羊妹妹還是聖鳥與兔子 甚至連最夯的晉級巨人都有 坐上他的背四處遨遊 實在是超級酷的呢 走萌戲風格的劍霞Q傳 在角色造型上也別出心裁 透過染色系統 男生女生都能穿出獨特的Style 在今年TGS XBOX展區中 由決勝時刻班底所製作的Titan4 神兵泰坦為此次展出的超級亮點之一 這款以未來世界為背景 描述背著噴射背包的士兵戰將們 在高樓間快速穿梭 與巨大的泰坦機甲進行激烈戰鬥 士兵乘坐泰坦的帥氣場面 更是讓所有體驗過的玩家大呼過癮 絕對是全球玩家最期待的強作之一 在神兵泰坦的強勢壓盡下 次世代新主機XBOX ONE的其他遊戲 展出陣容表現也毫不遜色 像是Connect Sports Rebels 在帥氣的製作人親自教學下 兩位XBOX天使體驗新一代Connect 更為精準的感應力 讓遊戲擬真度更加進化 另外還有超寫實的人臉辨識功能 把XBOX頭像的外觀做到 有如雙胞胎兄弟一樣 精細度絕對讓人驚豔 以古代羅馬作為舞台的動作冒險遊戲 RICE 羅馬之子 傑出的畫面表現 真實呈現古羅馬戰士的戰鬥技巧 帶給玩家無比的視覺衝擊饗宴 現在就來聽聽XBOX天使 在這次試玩後的感覺吧 這遊戲真的很好玩耶 好緊張刺激喔 對啊 一開始的時候所有的敵人 就會從四周圍這樣包圍過來 超緊張的 就要馬上趕快對敵人致命一擊 沒錯 而且我覺得 它殺死的打擊感超棒的 重點是我覺得它很容易上手 操控很簡單 所以如果去第一次玩格鬥遊戲的網站 一定也可以很好就流 XBOX 競速看家大作 Forza 5 這次讓玩家體驗價值30萬美元的超跑 栩栩如生的碳纖維結構車身 以及賽道上光運的高水準表現 大大的滿足了喜歡標速快感的玩家們 獨佔XBOX 平台 以飛行為主題的射擊遊戲 匪紅飛龍 玩家將扮演飛龍騎士 在地圖上盡情的滾動戰鬥 拯救即將瀕臨種族滅絕的人類 試玩中展出飛龍的外觀 與敏捷的行動表現 除了XBOX ONE堅強的遊戲陣容之外 今年360新遊戲的展出 可說是多到滿出來 更多有關360的精彩遊戲內容 請鎖定電玩快打後續的介紹喔 電玩快打特派員東京採訪報導 對啦 欸娜豆 所以你看你在介紹遊戲啊 就是很喜歡一直動來動去 什麼時候都在動來動去啊 對啊 而且你又你知道 演那個舞台劇還有經驗 想必你一定非常的會 比手畫腳 我跟你講 我不是什麼 我是比手畫腳王 真的假的 又是我 怎麼那麼多王 對 什麼拉麵王 什麼都是王 不是 我是北藝大的 然後我已經演過 對啦 然後我以前又演過那麼多戲 所以當然要比啊 而且你知道我以前超級想要參加一個單元 就是超級比一比 而且我後來就是當藝人的時候 就沒有啊 對 那今天我接下來介紹這個遊戲 可以迷符你這個遺憾 超級比一比 沒錯 然後就來直接按開始 然後他才有分啊 很多提型是不是 對 看你要比什麼 就是去為好彈頭的我 那不然我比了 那我比你差一下 你看我超強 對啊 那你要不要選一個 台灣味好 五個字 第一個字是什麼 第二個字 章魚 五個字 二 三個字是章魚是不是 一 二 章魚 第一 二字章魚 OK 三 四 五呢 章魚燒 五個字 章魚燒 章魚 等一下 一 二字章魚沒錯 章魚小孩子啦 這白痴啦 下一題 總共七個字 OK 第七個字嘛 吹 吹 你在演地幾個字 全部 人工呼吸 口對口人工呼吸 太難了 不玩啊 這太難了吧 不太難是吧 答案是什麼 這口對口人工呼吸啊 這哪有邏輯這句話啊 我跟你講你比我猜 你看我多會猜 不然講的耶 三個字 妞妞舞 畢章 舞 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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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就去 恰恰 快了快了 恰恰 紀錄把 森把 國標舞 森把 森把 妳看 下一題 好 下一個 三個字 可是 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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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我跑腳 寫小鈔 寫書法 來不及 手機放棄 好 另外呢其實還 這個遊戲也滿好玩 給大家推薦一下 就我想你應該以前 有在那個遊樂場 玩過那個 推金幣有沒有 小時候大家會覺得 有玩推金幣 或者是有沒有 那種夜市也可以去玩一下 對 怎麼樣也有遊戲廣告 然後呢要推薦的這個遊戲 叫做Coin Saga 它是結合了卡牌收集 還有RPG闖關的要素喔 沒有錯 裡面呢 其實每一張牌 特別有一個人物嘛 那我們裡面呢 就要把這個錢幣全部集中起來 推到一個叫Slot的地方 就可以 那等下線條集滿之後呢 還可以發動絕招 同時呢這一些怪物呢 跟這個人物之間 它們都是有屬性不一樣的 相責相克 所以玩起來真的很有RPG的感覺喔 而且它遊戲裡面呢 每一關都可以打BOSS 所以呢要怎麼運用你手上的卡牌 就是非常的重要的 而且裡面很特別的是 它還有拉包 所以可以拉出輔助道具 或者是障礙 沒有錯 更詳細的介紹 馬上來看一下本週的 手搖快報 相信大家小時候 應該都有玩過推金幣 甚至有人愛玩的 每天便當錢都拿去推了 常常都餓著肚子回家 以我的智商來看 推金幣沒有什麼難的 但現在要介紹的這款 Coin Saga 外表看不簡單 裡面可大有來頭 結合了卡牌與角色扮演要素 玩鐵雷就更需要動腦筋了 遊戲以任務通關方式進行 在推金幣的過程中 會不定時出現怪物 而每一關最後都有BOSS把關 這時候我們就得依照敵人屬性 發動風 火 水 地 光 暗 六大屬性技能相應抗衡 好啦 就讓你吃吃我這一招 保證一點也不輸給我的黃金右腳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 畫面上方的拉霸機 會隨機掉落各種道具金幣 像是刀可以增加角色攻擊 盾當然就是提升防御力咯 另外也有提升各種屬性技能的金幣 玩家想要哪個效果 就把該道具金幣推到下方的slot即可 糟糕的是 不時會出現這種 進行時間倒數的定時炸彈金幣 如果沒有在時間內把它推落 就會遭受攻擊 天啊 話說我最害怕定時炸彈了 怎麼玩個遊戲也會遇到啊 木木警官 快幫我弄走它 此外點選下方的寶箱 就可以用友情點數隨即獲得一張卡牌 添加一位生力軍 還能夠將卡牌強化或是劍化 進一步提升各種能力值 目前遊戲還在加緊中文化中 相信不久的將來就能玩到囉 歡迎回到電玩快檔 今天的手遊秘密客要為大家獻上的 就是RO瓦爾基里之亂 沒有錯 我們今天要帶大家攻略這個副本 就是玩家俗稱的城堡副本 這個部分難度非常的高 OK 沒錯 它目前是在這個遊戲裡面 難度最高的 而且就是通過的玩家非常的少 而且裡面聽說還有一種怪 就是你只要被黏到 馬上就會去掉半條鞋 非常的恐怖 當然 身為電玩主持人的我們呢 越有高難度的挑戰 我們就越要好好的挑戰它好不好 所以今天電玩快檔呢 之後當然特別找了兩位 雖然真正的達人玩家 又來幫我們兩個進行戰前特訓 歡迎他們出場好不好 歡迎小悅 就是你啦 小悅好不好 老麵口… 第二位我們等星 歡迎 好的 我們馬上呢 就是來攻略這個 聖殿庇護所是不是 對 小悅 幫我們說明一下 這張地圖是 那這邊第一張地圖就是 卡魯利姆森副本的 聖殿庇護所 今天的我是騎士 是騎士 對 那兩位是巫師 我們兩個是巫師 對 然後德馨是祭師 好 幫我們補誰 好 第一張地圖 我們都會出現在這邊 就是入口的部分 好 那其實如果要進入第二張地圖的話 那關鍵的BOSS是在這個 紅色骷顱頭 對 對 那這個骷顱頭 第一層的BOSS是叫 幽靈劍士 幽靈劍士 對 幽靈劍士 那等一下我們要行進到 這一邊的路線 不是直接這樣過去 而是說 要沿著牆邊這樣 比如說 沿著牆邊這樣子過去 為什麼不能 對啊 我這樣直接插過去不行 因為大部分 因為有一些怪物 它會在這邊埋伏 那我們要 所以很危險 我們要快速攻略的話 我們要直接從旁邊這樣 這樣 對 沒錯 就比較安全 對 就是要避免 跟他們就是打照面 正面衝突不要幹嘛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我會先去拉這個BOSS 拉住他之後 對 那你們三個 就 這時候從這邊跑掉 沒有 你們一樣就是從這 你們一樣就是走我剛剛這樣子 指示的路線 然後兩位巫師 然後祭司這樣 對 你們在那邊傷害輸出 然後才幫我們不屑 如果說 你們在行進的過程中 有怪物來咬你們的話 就想辦法把怪物 往我身上這樣子牽過去 就往你衝就對了 對 那怪物反正你 你仇恨值比較高 它就打了 對 那個怪物它在 就是你們像這樣子 經過去之後 那怪物就會轉向 被你吸住 對 那你們就是在這邊 放雨時樹跟暴風天 這個有一段影片對不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那現在的話 就是我們到了副本的 第一個地方 然後我們會沿著地圖 靠右邊 對 進行 對 那因為這層怪的怪物 他們的血量跟攻擊 都比較低 所以玩家是比較可以輕鬆 去做攻略的 對 那很快的話 我們就會看到這個頭目 那就是第一層的關鍵的頭目 幽靈騎士 那其實沒有離很遠 對 這紫色那個 對 那因為我們的裝備 都比較強一點 所以我們這一層 可以輕鬆地攻略掉它 第二張地圖 視野大梯 然後我們最後 我們會出現 一開始會出現在 這三 這一個入口 對 當然 然後那麼要攻略的那個 關鍵BOSS 是在這邊 走下去 幸福的幽靈玻璃 幸福的幽靈玻璃 還有隱礙輸出一點都不可愛 好吧 考驗它 好 那基本上 那要過去的方式 也是跟剛剛一樣 沿著強緣 沿著強緣 然後騎士 吸住 我去吸住它 那你們兩位巫師 兩到三個的位置 走下去輸出 補血 對 那這邊就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幽靈玻璃 它會放暴風雪 它放過怎麼辦 那基本上 因為那個暴風雪 它算是範圍技能 所以你們就是 不要站太靠近我們兩個 所以這次可以離遠一點點 對 就是稍微離遠一點點 然後你們就是 對它使用火箭術 火箭術 對 就是用單體攻擊的技能 好 那麼就是攻略完之後 我們就直接騎乘坐騎 然後直接 直接 直接衝到這個出口 然後準備進入三樓 聽起來滿簡單的 看一下影片是不是這樣子 來 那現在 這邊畫面上出現的是 這層樓的關鍵BOSS 那它會放 範圍性的攻擊 所以 攻擊它的時候要 有一定的距離 才不會被 放到暴風雪 對 那現在這個位置是正確的位置 那避免 避免受到傷害 對 是 對 那打完BOSS之後 我們就會 一路的往前走 然後走到下一張地圖去 對 那這個部分就是這樣子 其他桌子也不用去對付它 對 感覺滿簡單的喔 接下來 對 那到了下一張地圖的話 我們要放 要換裝備 要換上有那個 模仿或是暗抗的裝備 這樣會更 模仿或是 暗抗 對 這樣還比較好 圓桌的大廳 基本上呢 如果沒有經歷這個部分的話 你會 你到了三樓 你可能一開始會覺得 你跟一二樓一樣 但是基本上 強度從第三張地圖開始 就開始 那我們可不可以玩到前兩張就好 不可以 我們就在挑戰 對 我們就是要挑戰 對 那好怎麼辦 好 那麼 一開始呢 路口是在這一邊 天哪 我覺得害怕 那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 我們會暫時分開行動 因為 好 你試試試試 沒有 因為這是有目的的 好 我知道 那因為 因為首先呢 怪物會在這個走廊的 最盡頭這邊 還有這個區塊 都是怪物 對 都是怪物 那怪物的話叫 狂暴邪惡祥 就是年到會掉半條血那一隻 對 沒錯 那我會一隻一隻的拉過來 然後你們在後面打 所以這邊我們會行進得比較慢 因為必須輕輕輕輕輕 那邊 對 那你們就是可以 大概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 然後 我會把這個 愛麗絲女僕 是不是這一關有雙BOSS是不是 沒有 就是 關鍵的BOSS是這個 那另外這邊的話 它是頭目的那個狂暴邪惡祥 但是我們不是要擋這個 邪惡祥 我會想辦法把這個 吸出來 對 我會想辦法把它吸出來 然後你們就在後面打 那你萬一被人吸到另外一隻 那我們就照不了你了 那我會盡量想辦法 把多餘的撥走 好 那你把這隻吸出來 對 把它幹掉之後 然後幹掉之後 一樣就是騎乘坐騎 直接往下一個樓層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段VCR 我們就是 開始打那個邪惡的寶箱怪 那這部分的話 也是靠騎士 然後沿著牆壁走 然後拉怪這樣子 其實不要小看只有一隻 它咬起來是很痛的 看起來感覺弱弱的 居然那麼強 不是這樣 話不是這樣子說 綠綠的一個小東西 跟史萊姆差不多吧 其實如果沒有實際爬過的話 你不會知道 它裡面掛到底是多強 所以講起來第三層算是最難的吧 後面更難 是從第三隻 是從第三張地 開始 對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要打的 對 那我們會靠著這個 右邊過去 然後拉這隻頭目的 愛麗絲女僕 然後來做擊殺的動作 是 建議用什麼法術對不對 對啊 建議用單體的法術會比較好 單體 對 因為傷害的速度也比較高一點 對 那擊殺之後我們就快速 換上下一張 好的 第四張地圖的名稱叫做 卡魯利姆森二樓 好 那麼一開始我們會出現在這邊 入口一樣是 對 一樣是入口 然後入口在最下面 好 那麼基本上就是 這邊也就是要稍微走慢一點 因為它這邊有一個綠色的怪物 綠色的頭目級BOSS在這邊 然後它是那個 頭目級的飛行魔術 那因為它擋在入口 所以不得不要去打它 好 然後在這邊慢慢清 因為路途上可能會有 對 因為路途上可能還會有其他的怪物 所以我也會一隻一隻贏 然後你們就一樣一隻一隻在後面打 好 然後大概的配置是這樣 然後就是清到這邊之後 對 就是沿著十字牆這邊 這樣上來 好 那你們就是說 有一些會擊退 擊退性的技能 譬如說心靈爆破啊 或是聖靈召喚 這個技能先不要用 因為如果打下去的話 怪物可能就會被後退個一兩個 那後退會怎樣 那我就要再去搖包 他又要再去吸 對 又要一直吸 一直 一直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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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拉出來就不行 不行 因為這邊也有很多怪物 所以不能 對 所以我們就是盡量把這隻怪物 定在這邊 用隕石或是火箭把它弄掉 你們這邊的話一樣是用火箭 火箭 反正說火箭 因為它這邊也會放一個範圍技能 是隕石素 那基本上如果你被隕石素打到 那副作用就是你的角色會有暈眩的特效 所以你們一樣就是在打的時候 就是稍微離我遠一點 但是要在你們的火箭數可以打到的距離 等於太遠也打不到 對 好 那一樣就是這邊清完之後 那一樣就是慢慢的這樣走過來 然後去找他 這一關的關鍵BOSS 那在這邊就是 當我把 當我們就是一起團隊把這個BOSS 給打敗之後 這隻叫瘋狂愛麗絲 對 那它是 它等於算是第二個要遇到的愛麗絲 那基本上它也算是那個關鍵的BOSS 它是女生 對 它是女生 怎麼可以打女生啊 剛剛前一個也有女生什麼女生 但是沒辦法 如果我們要進到下一張地圖 我們就一定要打 好嗎 VCR長什麼樣我們來看一下 然後第四張地圖一開始打 就是瘋狂的愛麗絲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要套騎士 那一直一直的來 因為這上面的怪都越來越強了 我們就是要沿著這個 一開始的十字牆這樣子沿著牆過去 那這個部分的話也是靠騎士先去拉 一直過來打 那我們一直一直的做解決 那目前看到的話 這一隻是頭目的 頭目等級的分析魔術 對 頭目 頭目級的這一隻怪 那它是因為擋在路中間 所以我們要把它做一個清除的動作 這一隻要花滿多時間清爛了嗎 對 因為路上就有很多飛行魔術 那一隻不是 不是只有一個 對 而且它們的血量都還滿厚的 基本上副本裡面的怪物看到你 它都會眼睛發亮的來找你 是阿里看到肉依啊 對 最後一張是叫沉主的房間 看起來有恐怖 這麼多骷髏頭可以不要玩嗎 那因為它這邊是最後一 因為它這邊是最後一層的 所以我們的目標其實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這個 沉主 對 最大的骷髏頭 那它是MVP 叫做深淵騎士 這個是一個示意圖 意思就是說 在深淵騎士的附近 有很多卡莉絲格在駐守 那其中這兩個紅色的 它是頭目級的卡莉絲格 所以已經有頭目級了兩個 對 但是其實因為到最後一關 所以我們真正的目標是 這個深淵騎士 對 所以這邊會 這邊的做法呢 好 一樣在這邊 我們就是入口一開始的地方 然後我會一個一個拉上來 你們就在後面回來 我們就先定在這個位置 你一個一個把它吸上來 然後我們烘死它 吸上來烘 對 吸上來烘 就是像它這邊的布陣 如果造成一個缺口的話 我就會把這深淵騎士再拉上來 那你拉到它不會拉到他們其他的嗎 會盡量不會拉到其他的 這就是要看你的技術 對 城堡部分很少人推成功對不對 對 其實很多人都還沒有辦法 我們今天就要做給你們看 好 我們馬上看一下這段VCR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到了最後一張地圖 那準備打了這個副本的BOSS這樣子 那這部分的話 我們也是一隻一隻的拉 然後現在看到的是卡 卡利斯格 卡利斯格 對 因為卡利斯格是用蛤蜊 是卡利斯格 蛤 蛤 城堅 你以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隻被拉上來 對 那像這樣子就是一隻一隻 你拉到兩隻了 這個部分可能走位沒有走好這樣 對不對 它拉到紫色那一隻 對 它這很恐怖耶 對 有可能會造成滅團這樣子 對 這幾乎都用火箭素啊 對 因為遇到單體的話 就是用火箭素 MBB來囉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要用一格一格的方式來做移動 這樣避免說又拉到其他的怪物這樣 其實在前面真的滿重要 對 那這次BOSS的話 血量滿厚 所以攻擊的時候要記得多帶一點補血的補品 對 那擊殺之後的話就是可以獲得大量的一些 寶物之類的補品 對 看了我們熱血沸騰的感覺 有 熱血沸騰的 真的 我們要玩嗎 對啊 剛剛很苦耶 好啦 我們就一起來四個 我們一起要玩一下 是我們要玩的 來 好 馬上就來了 你們就沿著牆圓過來 好多喔 幫我用隕石烘一下 幫我用隕石烘一下 好 然後就是放隕石樹幫我烘一下 好 這再放 然後那都過去站在祭司跟柴提的旁邊 我這邊都放大範圍就好了 第一層 第一張跟第二張還可以放大範圍 後面就要專門打 應該都清掉了 來了 大隻的 好 那你們就可以在後面烘 那邊 站後面一點 然後彩提 站後面一點 好 站後面一點 這樣 然後就是對它放火箭樹或是兵箭 或是隕石爆風 有 我不斷地用兵箭跟火箭在射它 欸 漂亮 好 然後趕快沿著牆圓 要 要撞座騎嗎 呃 就是撞座騎 然後直接到下一個出口 撞座騎 好 好 走 那為什麼停在這 然後跟著我走 好 跟著我走 怎麼這麼多 自己要打嗎 看 看樣子應該是要打一下 就當作是一個練習的機會 好 那個不要往下 不要往下 我停的時候就 大家都不要走 天啊 我被吸住了 完了完了完了 然後祭司趕快起來 下來了 下來了 然後補我 好 然後我踩提二號下來一點 站在祭司跟納豆的旁邊 然後你們不要再下來了 不要黏住我 好 好 站這裡也可以嗎 然後我們去拉過來 好 只剩那一隻 對 只剩那一隻 好 開始烘它 然後點它之後直接放火箭 直接放火箭就好 不用放 我被打 為什麼它血這麼厚 沒有在掉啊 好了 各位 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繼續跟我們頭目戰鬥 我們節目就到這邊了 大家下禮拜見囉 Bye Bye 我們繼續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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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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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